水發煙脂已經拍了一段時間 但其實一班演員又知不知道 水發這兩個字究竟為什麼呢 我這裡有答案我認識的 我讓你先回答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什麼都知道 我們來這裡 不動不了機 人家鎖了機 我好像暈了 這不是好像水發那樣嗎 水發煙脂其實 它就塗得像猴子不一樣 燕脂 頭髮好像這樣 就是水發 水發煙脂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水發煙脂 大家都知道在粵劇裡面 就會有這個水發 那我想呢 真的 你不懂嗎 我不懂 水發其實 水發其實會是代表了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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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水發煙脂怎麼解釋 水發煙脂就是水發煙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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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答案 很清楚 很清楚 好像戲名叫水發煙脂 差不多 它就是 Water Hair Smoke 以及Fat 什麼 達到一九九的 我們都是問回老行專 Joyce拿正確答案 是的 說回水發煙脂這個主題 水發固然是代表頭髮 煙脂是代表女性 是一個很美的女性 通常我們古裝形容 煙脂是代表女性 這次的水發帶出來 就是一個舞台上的粵劇演員 就是我飾演簡潔的角色 以及劇中人的藝名是曲笑天 一個反串的少生 水發二絲者 譬如我們很激動的時候 或者很憤怒的時候 或者很哀傷的時候 在舞台表演的時候 不停地打圈 是代表她自己的情緒 通常是 不是開心時候 以及打敗仗 我記得是 代表一些自己很喜悅的地方 以及一個表演程式 是表演演員的功架 因為練得很辛苦 頸部是很痛的 頸椎是會磨蝕 其實我練之後都很痛的 那天拍完之後拍幾次 頸部都累了 其實是 挺考自己的耐力